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人是手握 握起来 握起来 然后收回来 一辈子都不放 这叫什么手啊 他说这也是畸形啊 还是畸形的手啊 一辈子放出去收不来是畸形 一辈子手握这样子 放不下来 也是畸形啊 禅师就跟他讲 对 你好好地掺掺看 你一直使之某一种角度 一种一直分别因因所生的假象 假象 你的心 就是畸形的心态 一个人固执不通 百劝不听 使之不放 就像这只手一样 伸出去 不懂得收回来 收回来 不懂得放出去 说太太 太太 师父今天跟你开示几句 如果你掺得透 你 就是一个贤妻良母 这个太太啊 被这个慕仙禅师 开示几句 有深深深的体悟 对好 对好 慕仙禅师跟他讲 一个人的快乐 不如一个家庭的快乐 一个家庭的快乐 不如整个社会的快乐 整个社会的快乐 不如整个国家的和谐 安乐 好好的掺掺看 哎呀 这个太太 很有善根 很有善根 后来 他就跟他老公讲 老公老公 你 带我去 参堂 他老公吓一跳 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去亲近 什么大善之事的 突然老公 要求 要去见禅师 他跟他讲 香花煮水果 帮我准备一下 老公很高兴 去啊 拜香 水果一摆 拜佛 禅师从里面出来 跪下来 跟禅师啊 痛哭流涕 他说禅师禅师 我体悟到了 我找到了什么 叫做快乐 禅师 无私的心就是快乐 无我的心就是快乐 禅师讲 嗯 如此可教也 从今天以后 你快乐 找到了快乐的全员了 回去由这个太太 做了贤妻良母 所以佛法 真的不需要太多 你说举个例子 你就能明白 就能明白 所以 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呢 叫做七里禅师 一二三四五六六七的七 七 离一公里 两公里 那个离 七里禅师 这个七里禅师啊 是个武将 嗯 参加过战争 是习武的人 武功高强 因为他每一天 走路 都能走非常的 久 体力特别的好 后来 这个禅师啊 自觉无常 我这样也不是办法 打打杀杀 杀长征战啊 徒有武功 烦恼不断呢 可以怎么办 还是要找到人生的归处 就近一归之处啊 因此就 弃无 出家 参参 他对 佛陀无比的敬仰 对以前的祖师 无比的赞叹 自己有幸 信出家相 也自己觉得很幸运 但是啊 很不幸 来到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啊 来到一个极恶的强盗 偷跟抢不一样 法律上 偷的罪很小 等你不注意的时候 叫做偷啊 抢是明目张胆啊 他啊 这个村庄啊 说谣传啊 有一个强盗 持他的刀 到处抢劫 参参参参 你要注意哦 可是 没有人知道 禅师以前的底子是什么 禅师笑一笑 有一天 禅师在打坐 打坐完了 诵经 在诵经 这小偷啊 拿着一把刀 进来 进来 就抵住 禅师的脖子 要钱要命 禅师没有回答说 我要钱 还是要命啊 禅师跟他回答 不要吵 我正在诵经 钱 放在抽屉那边 你自己去拿 就拿了 拿了 拿了 这个小偷啊 不是小偷 是强盗 要走的时候啊 跟他讲 记得留一点 给我缴税金 不要通通拿走 要缴税金啊 留一点 那就留一点了 正当走到门口 他说 这么没有礼貌啊 给你东西 还不懂得 说一声谢谢 这个强盗啊 给这个禅师啊 搞得啊 模拟两口 不知所措 怎么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种人呢 他传说 快说谢谢啊 给你东西 不说谢谢 然后他就 跑到门口 就转身就说 谢谢 钱就拿走了 隔了几天 这个强盗 被官兵 抓到了 送到 衙门 送到衙门啊 就是现在的警察局啊 听说抢了十几个人的 钱 后来 疑问之下 也抢了七里禅师的 的钱 那衙门要问话 要做 路口供啊 要做笔路啊 请禅师 衙门跑一趟 衙门跑一趟 衙门说这是官方啊 这是法律啊 不行啊 不去 犯法啊 就去了 他说 衙门 负责人啊 负责人啊 长官啊 就问啊 尘世门师 他有偷你东西吗 他说没有啊 他有抢你东西吗 他说 没有啊 要不然他手中这些钱怎么来的 他说 是我给他的 你给他的 对啊 他离开的时候还向我说谢谢呢 因为 这禅师始终这样讲啊 这衙门不能判到罪 我说我给他的 给他可以啊 他没犯法 那衙门就说 好了 抓起来 抓起来是 不是因为禅师这件事 他总共抢夺了十个人 十几个人 你这个钱 关起来 可是七里禅师 从头到尾 都保护着他 回来啊 在路途上禅师跟这个 这南众居士啊 他的士子 他的士子非常的不满 说上人上人 不是我说你啊 我能讲几句话吗 上人就 是说呗 你这样是惯坏 强盗啊 他是强盗啊 你为什么放他走 他说 来耳朵戒一下 就跟他讲 徒弟们 伟大的人 绝不让众生自己觉得罪恶 伟大的人 也绝对不让众生 觉得自己很渺小 understand 当然当时 一百多年前没英文啊 understand 原来如此啊 这个还没有 还没有到家呀 说上人 麻烦你做好 半路 就跟上师父 谢谢师父的教导 两句让我终生受用 伟大的人 绝不让对方觉得罪恶 伟大的人 也绝对不让对方 觉得自己很渺小 因为众生都有福兴 今天他造业 来日 会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 后来 这个 饥饿的强盗 杀人 放火的强盗 光完了 福兴福完了 来到禅师 面前 禅师 我知道 以前真的做错事了 没有考虑到 被我伤害的人 我今天良心发现 也才知道 我以前 无名 无知 伤害众生的 有多么的可怕 师父 我这辈子 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 无量无边的恶业 你救救我 我发心 跟你出家 这个禅师 这个禅师说 好 但是 你 觉得恶严太重了 你出家以后 我跟你安排 安排 先在官房里面 拜大悲惨 拜八十八佛 能灭五逆十二重罪 三年 你愿意 接受师父的建议吗 愿意 我愿意 好 上根深厚啊 浪子回头 金不换啊 何况如来正法 纳百川 剃度 这个就是 禅师啊 这么极大的恶人 也能 宽恕他 原谅他 你就知道 所有大策大悟 的圣人 跟凡夫 是不一样的 然后 讲了这三个 典故故事 就说 师父 我们真的 做不到 而且做不到 你才坐在 我的前面吗 还做得到 你就摆在中间 吃水果了 当然做不到 说要慢慢的学 慢慢的学 慢慢的来 所以我告诉你啊 我今天之所以来新加坡演讲 除了站在新加坡的深处 对我真的推崇跟认同 我真的特别感谢 慧雄大和尚 他了不起 我第一次跟他老人家见面 人家供养他的钱 他完全不收 立刻就说 来 供养惠利法师 他完全 一个红包他都不收 这个动作我真是喜欢 因为我一嫩眼睛 也切拳 所以我对 慧雄法师 赞叹 佩服的物体投地 这个人了不起 所以我应慧雄法师的邀请 再度 能够踏上 贵宝国 新加坡 真的是 是慧雄法师的功德 谢谢慧雄大和尚 接下来 又讲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精彩的故事 好 我们今天讲 第四个故事 叫做 残海大师 这个人了不起 这残海大师 残海谈师 是为习武 他的爸爸 中国人讲叫做 贱道 很强了 日本人讲叫做 武士 武士 千八大 武士道 这指 他所以从小 武士道 就是这个贱 贱道 非常强 在他还没有出家以前 讲他 也是放荡不拘 这个要没出家 他也会很惨 他也会很惨 残海大师 有一次旅行到 人口 聚集的村庄 因为他的武功 因为他的武功很强 刀法 剑法 都是一流的 结果在那里 做了 大官的 保镖 保镖 叫做侍从啊 就是 站在大官的旁边啊 配刀 保护着 保护着 我这几天没有看到我的四者配刀 没有 因为配刀很快就送到新加坡警察局 后来因为他太有才干了 他跟他这个大官啊 这个太太啊 今天看 明天看 他又是年轻 又是帅气 又是剑道 哎呀 这个太太 今天呢 看一下 明天 泡一下眉眼 勾一下 在一个礼拜后 眨眨眼睛 做个信号 哎 这后来啊 就发生的特别的事情 这个 大官的太太啊 看欣赏 这个残海大师 因为他 还没有出交钱啊 不叫残海了 哎 哎 两个人就 只抱不住火了 打得火热啊 哎 所以我们说欲望如火啊 欲望如火呀 哎 终于被发现了 哦 他这个长官 也是剑道 很强啊 两个人 砍杀起来了 为了这个女人啊 哎 结果两个 就杀起来了 长官跟侍子就包标就干起来了 经过一阵尸杀 哎 长海 还没有出交钱 是个武士 他真的是不小心 他知道自己做出事 可是 没有勇气 就忏悔 再说 他的太太 一直缠着这个 缠世 这是以前 输家了 还没出家前呢 因此他在自卫当中 就杀了 这位领导 叫做大官了 就砍死他了 完了 就砍死他 他不得了 大官的旁边 这些剑客 这些也要寻仇啊 因此啊 就跟这位大官的太太 逃之夭夭啊 两个人 就叫亡命天涯 他们两个啊 因为 他以前是个保镖 跟这个太太 逃出来以后 没有一技之长 他只会耍刀 没有一技之长 后来啊 就堕落 变成贼啊 肚子饿了 我们常讲 饱饭啊 而之廉恥 一个人 饭都吃不饱 讲什么廉恥的 偷啊 做贼了 后来这个女的 就是这个大官的太太啊 更糟糕 贪婪 无厌啊 偷了一次 就鼓励她 你再去偷啊 这点钱怎么够呢 一次 又一次 又养活 她的贪婪的心 她的内心 变成了恶魔 变成了恶鬼 贪得无厌 后来啊 这个无事啊 两个人啊 失去的新鲜感啊 是不是 你能散步去啊 就是这样子 谈恋爱的时候 第一句话 就说 没有你 我会死啊 第二句话 经过了十年 经过了十年 有你 快被你气死 第二句话 孩子也生了 也没什么新鲜感 以前啊 拼命地追求 现在啊 没有什么神秘感 没有什么新鲜感 通通没有 最后一句啊 吵着 这个无事 跟这个大官的太太 吵到不可开交 你为什么不赶快去死 这第三句话 后来 没办法 这个女的一直缠着 这个无事 使得这个无事 厌烦透顶 接着就说 以前 你当大官的太太 为什么 我看你 你这么有气质 这么迷人 眼看 像一朵花 现在近看 像苦瓜 怎么会差这么多 厌恶透底了 因此啊 难得要 要离开 你都不要 后来 五四 半夜 包袱一间 救人 走为上车 终于 离开他了 远至 很远 怕他追到 因此 替徒出家 做了一名 云游生 他一直在思维 生 从何来 食 往哪里去 人生的终点 归一处 在哪里 要大官 皇帝最大 要有钱 人家 现在讲了 几百个亿 对不对 像阿里巴巴 那钱花不完 是不是 几百个亿 用现在的语言 就是这么说吧 人 为什么会活得 如此的纠结 痛苦 何以 这么贪婪 女色 后来 又被女色 惊吓 到底问题 出在哪里 出家以后 一直在思维 后来体悟到了 原来就是 无名在作祟 没有智慧 叫做无名 就是无知在作祟 所谓无知 就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有多无知 叫做无知 什么叫做无名 无名就是没有智慧 什么叫做无名 就是自己不知道 自己有多无名 叫做无名 所以哦 如果说 你今天讲 那个说 哎呀 佛法是民性 佛法是消极 的宗教 你真是无知哦 佛教是理性的宗教 佛法是智慧的宗教 佛法是包容的宗教 佛法是平等的宗教 佛法是平等的宗教 佛法是解脱的宗教 这跟你想的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你够客观 主观 主观跟客观 主观跟客观 你也很客观 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来参加 佛学讲座 我衷心地祝福你解脱 希望你用很客观的态度 接触佛法 你进来以后 觉得佛法不好 再离开也不迟 所以第一个步骤 先互相尊重 先互相尊重 今天听师父这样讲 还真有几分道理 真的 我正在找 人生的衣柜处 就是找不找 后来 这个残海大师 体悟了圣道以后 他为了弥补自己的罪恶 就下定决心 要在有生之年 完成一件大事 他知道 有一条道路 是在贤埃上面 有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非常的危险 一年总得要死 好几十个 风一吹 就掉落贤埃 又是必经之路 没有第二条路 为了生活所需 现实所需 你又必须通过这条路 通过山 通过贤埃 所以他知道 某处有个贤埃 有一条非常危险的路 已经使不少人 招来死伤 灾难 因此他下定决心 下面挖了一条隧道 就不必爬到山上去 我从中间挖一条隧道 在这之后 几百年前挖这个隧道 那么简单吗 现在这个 招式机器 大型的 转盘 转盘 一转 就通了 马来西亚 那个隧道 那个隧道 平常公路可以使用 下大雨淹水的时候 禁止停车 所以 涨高的时候 涨起来的时候 排出去 所有用监视 监视器 监视着 看他们的排水 结果功能特别好 就是用大型的机器 找进去的 现在的技术简单 现在的技术 这个机器简单 百年前的那种机器 可不是现在哦 为了走这条路 险矮 死了非常多 残骇大师 已经对人生宇宙有所体悟 要做出贡献 因此他下定节心 要挖一条隧道 他白天起时 晚上就开始挖隧道 这几个人 没有机器啊 这几个人 一天又一天 时光飞逝 一年又一年 岁月如说 均过了三十年 这条宽三十米 高二十米 长两天 两百八十米 的隧道 你看挖三十年了 终于 快挖通了 在这个工作 快完成前了 两年了 这个大官的儿子 已经是一名 经意见到的高手 他一路 要来寻找 终于找到了残骇大师 残骇大师是个解脱啊 提悟圣道的人 刀子 拿起来 要看他的头 残骇大师 就把头 伸出来 说 这是我自己造的恶业 我不小心砍死你爸爸 跟你妈妈 那时本 我罪过无量 今天我愿意弥补我的罪过 也很乐意的 心甘情愿的把生命献给你 这是你应该得的 就把脖子伸长 那我试到 他和儿子 大官的儿子就说 世间没看过这么解脱的 平常要砍人家的头 是跪地求饶 你要原谅我 我大有 爸爸妈妈下有 几个老小要养 不是 这禅神就是 千金一法之计 他说 大官的儿子就说 拿起无事刀 你有什么疑言要交代吗 他说 我能讲两句吗 行 在你死前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讲两句 无事刀拿起来 说 他说 我呀 希望你让我完成 一件事情 一件上事 只要把这个隧道 让我打通了 因为大概要两年的时间 我已经工作了二十八年了 十八年了 兩年的时间 他 Ça afunde 一年都有很久 很长 很長 de 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看过这么勇敢的人 还心甘情愿地把生命交给我 我就信你这么一次 你了不起 完全没有任何的畏惧 这就是佛法所讲的 阿罕经所讲的 佛弟子们 一生死当中 千万不要忘记 佛徒的教训 与极端的痛苦 委屈自己 千万不要忘记佛徒的信诀 与无量痛苦逼迫 千万不要忘记佛徒的信诀 生死本来就如患 有生必定有死 唯有进入不生不死 才能正得永恒的法身亏命 好 这个大官的儿子就说 五十道收起来 好 我看你这么的勇敢 就信你一次 来 他说谢谢你的宽恕 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完成这辈子 这么重大的善事 因此一天过一天 一天过一天 一个月 过一个月 他继续挖 一直去挖 长海大师 还是不断地挖 找到这个手 完全破皮 流血 绑起来 再找 再找 有时候不小心 石头扎下来 断掉 绑起来 再找 这大官的儿子啊 因为闲着无聊 这禅师也没拿刀 我身上随时用五十道 可以接受他的生命 他一点反抗都没有 因为闲来无事 那就没关系 我就帮你挖 我比较快取你的生命 然后禅师跟他讲 通了快通了快通了 来大家努力 然后两个人呢 经过了一年 哇 这个禅师啊 挖到 整个脸 三十年前 年轻俊俏 三十年后 发苍苍 势茫茫 齿牙动摇 一副老太隆忠 从年轻化到老 后来这个大官的儿子啊 由衷地钦佩起 沧海大师 这世界上 是什么力量 给你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和性格来 麻烦禅师你开示一下 以前要取他的生命 现在请他开示啊 他说 就是如来的正法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看开了 一年所生 元旗法 如梦换泡影 人生 难免一时 实的解脱 实的干净利落 实的超越 这个世间 实的法身 会命是活着了 因此 最后 把那条隧道 挖通了 终于挖通了 挖通了 有一天 跟大官的儿子说 你等一下 我去见佛了 你等一下 他说你要去哪里见佛 我要去见佛 我先洗个澡 见佛要清净嘛 先洗个澡 烧个檀香 那就洗个澡 烧个檀香 我钱 把头伸出去 我承诺你 两年后 答应你要结束我的生命 出家人 信守诺言 一言九鼎 我现在履行你的诺言 我很乐意死在你的刀下 你也好 为父亲报仇 我跟你妈妈 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我重心的忏悔 你看我 三十年来 无时无刻 不对自己的心怀 错误的心怀 我真的掉过眼泪 我是如此的一次 做了这么大 重大的错事 来 结束我的生命吧 谢谢你 这个 无事 大官的儿子 无事 让我拿起来 发抖 发抖 他说我砍了一辈子 从来没有发抖过的 后来这五十刀 放下来 跪下来 他说 我 怎么能够忍心 砍下我自己老师的头 你让我太感动了 你让我太感动了 这位年轻人 边念 边哭 所以 比起让人家怕你 不如让人家尊敬你 诸位 今天 今天 来做一个结论 不管 你这辈子 干了多少的杀生 偷盗 吸引 望雨 饮酒 以前 可以说是 醉生 梦死 今天 你听到的 如来的正法 你 中 第一特奖 中第一特奖 世间人的中第一特奖 是钱 你中第一特奖 不一样 你将来 你现在发大菩提心 好好的求忏悔 不管你以前 做多少的恶业 如来 佛陀一定会再给你 一次机会的 早日觉醒吧 好好的求忏悔 好 我们的故事 告了一个段落 今天 留下一点时间 告诉诸位 如何 能够得到安详 快乐 跟解脱 底下 截入法华经 截入法华经 我们说 开会的嫩言 成佛的法华 富贵的华言 这是 古来主持大德 常常讲的一句话 成佛的法华 那我们从里面 因为时间太短了 我们只能截入一段 要怎么样能够安详 过快乐的日子 你必须安住于菩萨 行处 还有亲近处 行处 走入那个行 亲近 所以你要亲近 这是那个亲近的 菩萨行处 怎么个行法 就是你应当有什么 作为 你应当有什么行为 你应当如何 如何来造作 来修行 行处 就是菩萨 如何去修行 第一 要柔软心 还有忍辱的心 柔软心 柔软腰 柔软鱼 能忍辱 这就是诸位 我们人 使得往生以后 你注意看看 那些平常 肯做善事的 肯念佛 求生净土的 肯听经文法的 肯牺牲 做功德的 肯不虚的 心存善念 你想想看 他往生以后 全身都是柔软 就像我爸爸 每天来念往生奏 不停地往生 不停地念往生奏 念了三十万遍 每天念几万生的佛号 还有我妈妈 也是 爸爸往生 全身都是柔软的 要换衣服 还要四五个人 架起来 因为太软了 好像没骨头 我妈妈往生 一天念三万生的佛号 尤其我妈 对出家人 特别地恭敬 特别地恭敬 也绝不讲 出家人的过失 敬佛 敬法 敬身 我妈妈 就是有这个好处 看到出家人 一力顶礼 非常敬重 这个圣宝 非常敬重 这个圣宝 我妈往生以后 命貌如生 几个小时以后 头顶都是热的 宝宝